好 因為剛剛才聽到一個消息就是 今天有朋友的票券寫八點才開始 不好意思喔 可能中間有一些溝通的 作業的流程出事這樣 然後我們這邊官方的公告時間是七點半開始 我是偶像通常我會要求我的歌迷六點半就排隊 如果你是八點的話大概就七點就要來了 當然是有些朋友可能錯過前面幾首歌 沒有關係 待會唱完歌你們就會喊安孔這樣 我看我們可以安到什麼時候 安半小時 我們體系統沒辦法記性 他們就固定的那些歌這樣 我們就看吳娘啊 可以唱幾遍 我們就是寵物在哪裡可以唱幾遍 接下來有沒有回到比較樸實的感覺 有 卸下偶像的包袱 我想要唱一首歌 前陣子這首歌的作詞人 就做一些詞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日本人 叫Yuka Aoki Yuka 清不又香 在台灣他也是一個作家 在台灣出了六本書 大概上上個禮拜 他結婚了 一個一百年真的是很好結婚的年 然後Solo會不會 大家都又同一年都生孩子 真的嗎 太多人結婚了 我通常會不會幫我炸 他快炸乾了 他快要辦貸款 不用錢幫他炸 好 我的朋友Yuka 我們跟他一起合作的一首日文歌 叫Solo 他結婚了 留下我一個Solo 好啦 看這首歌